親愛的朋友,你好,我是李博明 在接下來這段影片當中,我將向你介紹 在這個系統當中,如何開啟一個新的特惠活動 什麼是特惠活動呢?就是一個新的頁簽 那在這個頁簽當中,你可以做一些特惠,名單擷取 或者是以優惠券或者其他方式來提供給這個訪客一定程度的好康 比如說,在這個例子當中,我的好康是老張軟體的八折優惠券 那以這個八折優惠券為我的campaign名稱 在這邊點擊開啟個新的特惠活動,就可以到這個畫面來了 在這畫面當中,你會看到底下有很多不同的模板 那這些模板呢,還有分它的種類 有這四大種類 在這一個影片當中,我們先以這個最基本的特惠券名單擷取 來做為我們的一個範例 假設我們選擇這一個 在選擇完模板之後,點擊Continue 接著,你就可以開始設計你的頁簽當中的頁面囉 設計的方法很簡單,你只要在這些文字的地方改成你自己的文字 比如說,注意這些文字的字數跟範圍是有限制的喔 因為它要在Facebook的頁簽上面,在手機上面也可以正常的顯示 那這個也可以寫說 限時 限時 有會中 注入此類 那在這個設計當中呢,你還可以改的地方有這張圖 你可以點擊Edit 你可以改這個系統內建的一些不同的圖片 那也可以自己新增去上傳一個屬於你自己的圖片 那也可以是影片 影片都要怎麼做呢? 基本上你就只要上YouTube或者是一些影音網站 那如果他們提供了這個 嵌入在網頁當中的功能的話 你就找出他所提供的代碼 比如說 以Facebook 以YouTube為例 他就是 在這個Inbed這邊會有一個代碼 只要將這個代碼嵌入到這個 系統當中 再點擊Insert 就可以把這個圖片變成一個影片囉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文字 在這邊有基本編輯器應該具備的功能 這邊是影片 就出來了 那這影片是可以播放的 除此之外 你還可以改變這個底圖 什麼是底圖? 就是後面這個 被這個頁牽手擋住的背景的部分 那你一樣點擊它 然後你就可以選擇一張圖片來做你的底圖 比如說我們選擇這一張圖片 這個底圖就出現了 接著 你還可以選擇這個倒數計時器的設定 點擊Timer Setting 那Timer Setting當中有兩種 一種是正常的模式 你寫你什麼時候開始 什麼時候結束 那 另外一個是Repeat模式 在Repeat模式當中你可以寫從什麼時候開始 然後 然後每隔多久循環一次 那比如說這六天 就是六天的倒數 倒數完之後 它又會開始重新倒數 Timezone的設定 你可以找到 台灣 在Asia這邊 找到台北 在Timezone是 因為不同時區的人看到你的 你的 你的 網頁上的這個數字 你必須要選 選定說 你這個 網頁的開始結束的日期啊 是針對哪個時區的 開始跟結時 結指日期 因為全世界的時間都是不一樣的喔 接著 還有一個 功能叫做Message 如果 一個訪客 他是在 你設定的開始時間 之前來到這個頁面的話 你要顯示給他什麼訊息呢 要顯示給他 可能有的訊息是 這個優惠還沒開放 還沒開始 請稍後再來 那或者是 日期 已經截止了之後 你可能寫的是 優惠已經截止了 請下次再來 類似這樣的一個訊息 這就是Timer的設定 那你也可以改 改變這些文字的 顏色 在這邊做修改 有時候把它改成 紅色 文字的底圖的部分 也可以改 改成黃色 那 這邊還有 Enable Optin Confirmation Checkbox 這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把它打開的話 在對方填寫Email 送出之前 它必須要 點擊這個 同意你的服務協議 如果不同意的話 它是沒有辦法 留它的Email的 那你也可以把Timer 就是這個倒數計時給 取消掉 就是不要有這樣一個計時器 注意這個按鈕也是可以改 在名字中 讓這個訪客能夠送出他的Email 在送出Email之後啊 這個夜前期是三段式的 送出Email之後 下一個可以看到的畫面 又可以讓我們做編輯了 一樣可以改圖片 他可以改他的背景 那 可以做一些設計 但是這個通常呢 是 告訴對方說 請 按讚 對 粉絲頁按讚 如果粉絲頁按讚的話 我再給你一個什麼樣的優惠 那他如果不按讚的話 會無法進入到下個階段 所以這個是有一點 第一 在第一步 讓對方留下他的Email 才能夠進下一步 在第二步的時候呢 讓你的訪客 必須留下一個讚 讚你的粉絲頁 他才能夠進到下一步 這個編輯跟上一個編輯是一樣的 接著第三步 當你的訪客 他留下Email 而且按讚之後呢 他就可以取得你特惠 特惠券的Coupon Code 也就是優惠代碼的部分喔 或者是你想提供給他什麼樣的一個 好康也都可以 他可以是一個網頁的連結 讓他連到另外一個網頁去啦 那在這網頁當中 你就不限定一定得給他Coupon Code 對吧 這是比較附加的做法 更新的說明 當然這個系統的使用方法 遷徙萬變 你可以想到 屬於你自己的使用方式 那一般的使用方式 就是在這個特惠當中 這邊會給予他的那個 優惠代碼 這以後人家拿優惠代碼 我們就給他八折 在這個老章軟體的範例當中 是這樣 那這邊 Coupon的優惠代碼有兩種 一種是 你提供一個固定的優惠代碼 大家都用一樣 可是有個缺點啦 有可能 人家拿你的Coupon Code 拿去到處發送 那不是每個人到老章軟體 老章軟體都得賠本八折賣人家嗎 像這樣如果不是你希望的狀況 你可能就要選這個 Generate Random Coupon Code 這是 代表的意思是 隨機產生 優惠代碼 隨機產生優惠代碼 每個人來 他最後的時候看到的優惠代碼都不一樣 而且我們會記錄哪一個Email 他取得的優惠代碼是什麼 甚至說 這優惠代碼有沒有用過 如果用過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取消掉 這優惠代碼就不能再被使用了 這是這樣的一個設計 這頁你一樣可以改圖片 改文字 還有改你的背景 比較特別的是 在這邊有 Disable QR Code 跟PDF 這是因為 在這個 系統當中的設計 有 這個所謂的QR Code 可以給人家看 那也有PDF 可以給人家下載 比如說一些實體的店面 假設比如說您是賣吃的 那 讓對方來到你餐廳的時候 他可以拿出一個 他印出來的優惠券等等 那他就是一個PDF的檔案 在這一頁 如果你沒有把這兩個勾起來的話 在這一頁 他會提供給對方一個PDF 讓對方 印出來 那可以在日後 拿到您的店裡 做消費 接著最後 當一切都編輯完成 就可以 點擊Publish 在Publish之後 他就會被塞到 你的臉書頁簽當中 你的臉書頁簽當中 在點擊Publish之後 你可以看得到 這邊的選項變多了 這時候找這個 Install on Facebook 接著 你就可以把這個頁簽 安裝到Facebook的粉絲頁 那你要安裝到臉書粉絲頁的時候 你就點擊這個Install on Facebook 點擊完成之後再點擊 Install on a new page tab 那接著你會看到一個選擇可以選1到15 這是什麼意思呢?其實是因為你在 臉書粉絲頁安裝頁簽的時候 每個粉絲頁只能安裝15個頁簽 就是1到15這樣 所以你要選擇你是安裝在第幾號的頁簽 然後接著選擇你要安裝到哪個粉絲頁 那如果那個粉絲頁的那一號頁簽已經被安裝過了 那系統就會告訴你說那已經安裝過了不能再裝了 這樣子 那我們比如說我們選1好了 然後點擊這個Install page tab 那之後會跳出個視窗請求您的授權 並且讓你選擇你要安裝在哪一個粉絲頁的頁簽 那這邊因為我已經Facebook授權過了 這個授權是跟你的目前在另外其他頁簽登錄的 目前登錄的Facebook帳號有關 他會去讀你目前有登錄的Facebook帳號 然後他底下的粉絲頁 那如果你看到這個訊息就表示說 你所有的粉絲頁 那已經有 所有粉絲頁的這一號頁簽都已經被安裝過了 所以他不讓你裝 那接著我們選 假設選第四號 第五號頁簽好了 第四號頁簽點install page tab 這一次就成功了 那我已經授權過了 所以他直接跳到這一頁來 告訴你說 你選一個你的粉絲頁來安裝吧 那目前在這個第四號頁簽 還有空缺的只有達克里這個粉絲頁 所以我就點他 點完他之後呢 點新增到粉絲專頁 這樣就完成囉 那你底下會看到這個連結 那基本上這個連結 只要直接點過去就會到 我們用新的 就會直接到 這個粉絲頁裡面的那個頁簽當中 你可以去推廣這個頁面這樣 好這個頁面是 在手機上看也是長這樣 OK 那假設我們在這邊來輸入 好 點擊同意使用條款 我們來播播看 可以播 然後送出 那送出之後為什麼沒有按讚 因為我已經按過了 所以他就直接跳過了 我已經說讚了 那他就會送一個優惠券的代碼 也可以download PDF 跟這個有QR Code 因為我剛好沒有把QR Code取消 那實測我自己的經驗是 這個QR Code 它這個廠商設計的太小了 所以這個QR Code 它在掃的時候是 掃不太起來的 所以我建議是把QR Code直接關掉啦 那這PDF可以download 那PDF下載下來長這樣 就長這樣 那這個PDF是你可以設計的 你可以貼一些圖啊打一些文字 不過它有一個缺點就是 這個PDF它是不能是中文的文字 所以你如果要做中文文字的話 得用圖片的方式把它貼上去 你可以貼入你的logo啊 一些指示啊 還有你的優惠券的代碼 那它有一個變數區域 讓你可以貼這樣 那我們回到這個管理介面 如果有一天你要做一些修改的時候 你一樣 從這個 所有優惠活動的列表當中 點擊這個你要編輯它 那你就可以回到剛剛這個介面來 那你去做修改 修改完之後點擊這個save 那你的修改就馬上完成 顯示到Facebook了 不必重新安裝喔 那如果你要把這個夜遷從Facebook上測下來 你就點unpublish 就是它不要發布 這樣就可以了 那unpublish的 就是沒有發布的夜遷 在這status的部分會顯示nonactive 那如果已經發布了就會顯示active Active就是你直接點進去都點得到這樣 那以下就是目前你所有 未來當您建立很多優惠活動的時候 就會在這邊看到 許多的項目 那這項目也可以 點擊Chrome 來新創一個項目 基於原本的 某一個特惠活動的設定 那這邊就是修改的pdf 以上就是 在這個系統當中如何創建一個特惠活動 還有其他相關的介紹 供您參考 謝謝